今天要介紹樓街的地方就是市區裡唯一一段是可以不斷滾一個圈的地方 因為基本上它是可以中間不斷開地繞一個大圈 再回來不斷不停地踩到街 跨灣大橋這段路基本上是可以不斷停不斷滾這樣踩的 這次帶大家去探索一下這個地方 再找到Ivy的出口 在一條景嶺站Ivy的出口已經過到我這邊 在這邊出發 用的座椅是四乘一百 可以踩到街外也可以做到一些花式動作 相比90的震盪比較小 我覺得是一個最全面的設置 這次過來這邊就是 就是我看了那段新的那段跨灣橋 但是那條橋只可以讓行人路走的 單車是不能過的 好 牌就說了前面就是跨灣橋 就要開始要轉彎了 那你就看到路牌寫著 這個跨灣大橋 那在這裡轉右就是上橋 那左邊單車鏡 右邊這裡就是行人路 那我試試行行路 我身後就是那條跨灣橋 剛才說有一行路 有很多路人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他們會踩上來呢 他們覺得 OK 那我就想安全一點 還是先去外面單車路 整段路它就要 會有一個上斜落斜位 那你記得是長暗車 那你那個速度要 小心一點 因為路衝下去 那個速度慢慢加上去都很快 那中間有這些什麼 薄位啊 那基本上呢 快一點點都能過 整段暗車大概100米 都幾 都幾吃力啊 橋的中段就有這些 休息位 那這裡拍照大吉一樓 那很舒服 那天氣一般的 那但是呢 就很開陽 那我的目標呢 要去到對面這段橋 但是這段橋應該是只可以行人的 我都未來過一會 過去看看 那這段長斜路就大約 剛才踩了100米 那我想大概加上 頭踏尾應該都差不多200米 都是一個挑戰 不斷一邊上斜 然後去到中段 就下斜了 但是那一段呢 會有些轉彎位的 那就 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長斜路 又沒有什麼急彎呢 這一段呢 就是你反過來踩 那個 就不會轉很多急彎 但是呢 你知道越來越快 其實都很危險 那一定要認識 有些朋友 是要認識 可以一路隨時 在斜路隨時減速的話 那才好試這一段 那段橋呢 那段橋呢 好像那個蝴蝶那對翼 那麼 也都叫這個 蝴蝶花灣大橋 好啊 年半前度已經就 開通了 那就一路沒有時間過來 那今天才過來這裡呢 參觀一下 那它一上完斜呢 就基本上就馬上下斜 所以大家要注意 基本上呢 整條橋呢 都沒有一個位置是平的 一上完斜就馬上下斜 但是那個斜度呢 就不是好斜 那一去康城那邊呢 那斜度是微的 那有街朋友應該都控制到的 直去下斜這個位呢 就去日出康城的 那今天不去了 那如果要不斷滾 就應該轉回彎 轉左 一路下來 轉回左 我們又在這邊 這段路呢 就可以不斷滾的了 那這邊看過去的景 非常之靚啊 非常之靚啊 如果要拍天橋的話 應該在這邊 這樣搬過去才是最靚啊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還在興趣 所以地上呢 有時候呢 有些碎石位啊 這個位置就小心啊 如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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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康城站呢 其實應該就這裡 後面這個站 康城站 那這裡出發其實都可以 而且是有彈性的 那你可以在康城站 那你可以在康城站 又可以在這個 調整站 那 那但是距離 其實踏距離 就不是雙湊原了 跟著這段路呢 其實就是 在這個跨灣橋之前呢 已經出現了 那 那就 也有 至少有大約 沒有記錯 大約有四五年 出現了 那這段路 只有一塊 左邊的橋 那邊還沒出現 那這兩年才出現的 那這兩邊 那兩邊 打通了 那就可以通了 這幾個站 這邊的地方 這段就是 叫做最闊最好踩的 如果是張關澳區來說呢 那路段是最平滑 最闊 那大約大約都是 2K左右 不是很多 比較短一點 那這段就是新建的那段 那就是恆人天橋來的 那就是 都是蝴蝶形狀 那樣 起了都是幾個月的 如果你不踩這段 蝴蝶橋呢 那就一路向前 前面都是有斜路 有個天橋的 那一樣呢 走去前面 一樣是上橋 下橋 那邊呢 就會多些 食物那些 那些 那你就可以 如果你想來到這裏 是想休息 玩一下 吃點東西的話 那你過一條橋 去對面這個位置 就比較適合一點 好嗎 好嗎 來到尾段這裏 磚就平滑了磚 那麼 那麼落起來舒服一點 那麼開頭那一段就是 是釣了一些磚的 有厚度 那麼大家注意 旁邊就是海邊會 那麼有Donkey啊 那麼商場 可以走到商場 那麼沿途呢 那麼沿途呢 這一邊呢 就有幾個這些 這樣落斜路 那麼都是一些 正常斜道 不是太斜 OK 那麼落完斜路 又可以上回斜 那麼 都是比較容易控制的斜路 那麼 但是當然 就 沒落過斜路 當然了 剛才我就踩了這段新的行橋 那 就繞了一個圈 那麼現在呢 我就不上橋了 那麼 直去繞回一個 大橋 前面那條橋呢 就是公園那段橋來的 那麼其實應該我們就踩那邊 要比較舒服一點點 那麼就 不會說太多隔離路 那麼這段橋呢 就 基本上都是隔離路 除非你要抄自徑 要不然呢 都不用走這段橋 那麼 除了拍照啊 或者你要走快一點點自徑之外呢 那麼 否則呢 你都走到前面就對了 那麼 那麼這邊的景是反而 更特別一點 有些 船景啦 那麼就左邊 反而沒有什麼好看的 好 然後我們下斜 這段斜坡的繡在前面呢 是個小型回旋處 那麼就比較急一點點的 那麼一定要 要早一點點收 還有比較多行人在前面 好 如果想租單車朋友呢 這個位置呢 就有個單車鋪的 剛才我下斜坡了 那麼 那麼 帶大家找了個單車鋪 如果你不租單車 其實應該呢 就不是轉了 就轉右 一路走回 沿岸這一邊 回去 我剛才 將軍路 Ivy 那個起點位的 那麼這段都很柴 那麼 但是呢 就中間有一些行人隧道 有三個左右 那就要上下行人隧道 但是那個斜道呢 就不是很斜的 那邊呢 這邊呢 就是那些酒吧 吃東西的地方 就很近 單車徑 那麽 那麽 那麽這麽海邊會呢 裡面呢 就是你踩著網路 都可以進去吃東西的 那麽之前呢 有阿比朋友介紹過 就在海邊會這個裡面 是一個 是一個寵物的餐廳來的 那麽你踩著網路 都可以進去那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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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斜,但是很長 變成你未踩到街,或是你是踩街的新手 就不要去橋那段 你可以來來回回 踩到外面平滑一點,不要那麼斜的 OK的,都可以,因為段路比較闊 比較長,不是太粗的斜路 就算有斜路,也不是太粗 你選擇適合自己的路段 橋那裡真的要有經驗才能處理 因為基本上它只是上斜和下斜 那段橋 但如果你可以踩經那段橋 就變成不需要停,不斷滾 可以一路看風景,一路鬥一圈 不需要停,這樣可以連眼圈 一圈大概15分鐘左右 在這個位置 雲 pom estiver 我一定要試試清洗 空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